A2最后一部分是口语考试 口语考试又分为两部分 一问一答和自己的读白 口语考试两部分加起来的时长约为10分钟 时间其实很短的,所以你不用太害怕 老师问题有限,无非就是想看看你表达能力怎么样 看他是否能听得懂罢了 第一部分,一问一答的形式 顾名思义就是老师提问你来回答 问题都是A2课程里学过的最基本的日常对话 第二部分,简单的读白 老师会给一个主题,然后由你自己根据这个主题来展开说几句 比如自我介绍 描述一下你的房间 介绍你的家人或你的朋友 描述一下你最喜欢的某样东西 你如何度过周末等等 好,那么口语考试的形式你们已经了解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模拟一遍考试吧 首先,进入考场后,我应该要干什么 很多人都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 其实答案很简单 就是给考官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那么如何给考官留下一个好的印象呢? 那么第一步就是要和考官打招呼 进入考场面带微笑 眼睛要看着考官 然后再接受考官示意 说请坐下以后 礼貌地和考官打个招呼 Bondorno 第二步 坐下后整理一下自己的物品 比如放下自己的包包 把手机调至静音或关机后 放进包里 调整自己的座椅 至一个比较舒服的位置 让自己能够尽可能地 以比较放松的状态来面对考官 第三步 仔细听完考官的问题 很多考生容易犯的错误是 考官还没完全讲完题目 自己的思绪就已经飘走了 以为听懂一两个词 就开始想要怎么来回答 要回答些什么 其实考官问的问题 可能是另一个方面 而你回答的却是自己理解的方面 这就出现了答非所问的情况 正确的做法是 认真的听清楚考官问的完整的问题 他没讲完之前 你都不要插嘴 不要急着回答 如果考官已经发问完 而你因为走了神 或因为他的语速太快 而没听清 你可以礼貌地请他再重复一遍题目 第四步 给自己一点时间来准备答案 在考官问完问题以后 可以停顿两秒 稍作思考 这个时候可以在脑海里 好好组织一下自己的语言 不要太急于回答问题 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也注意不要太机械式 让人觉得你在背书一样 并没有真正理解 掌握和运用这门语言 第五步 围绕主题展开说 以现在一句网络流行语来说就是 会说话的你就多说几句 在口语考试中如何给自己加分呢 那就是不要因为担心说错 而只回答一两个词 一定要多说 尽量做到老师问一句 你就要说四五句 但这里也有一个小窍门 就是老师问你什么 你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回答出对应的答案 先答出正确的答案 然后再慢慢地展开多补充几句 不要总是想着用最完美的语法 来对答如流 口语考试 只要考官能够听懂你的中心意思 你就能过 六 看着考官的眼睛 考试的时候 眼睛要看着考官 不要乱飘 不要因为害怕 而不敢直视考官的眼睛 口语考试是面对面的考试 它目的就是为了模拟一个 你和任意一个陌生的意大利人 能够进行交流的场景 当然要注意的是 不要太随便 毕竟是考试 对方是考官 回答问题的时候 用语要正式一些 不要为了表现自己 而用太随意的口语 比如 也不要停顿太久 为了得到考官的肯定 或否定的示意 在考试的过程中 有些考官是不会给出任何示意的 就是他不会告诉你 你是回答的好 还是回答的不好 所以作为一个成年人 你要有这样的自信心 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不要总是期待着得到老师的赞许 才敢继续往下说 七 保持冷静 如果考得差 或意识到自己 这次答得不好 不要太过情绪化 你什么都表露在脸上 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保持冷静 不要在那儿苦苦哀求 考官给及格 或表示很愤怒 或很沮丧的情绪 来绑架考官 给你通过 这都是很难看的 不管考得怎么样 都应该有礼貌的 和考官打招呼 表示感谢 然后收拾好自己的东西 离场 模拟场景 第一部分 老师提问 你来回答 你叫什么名字 回答 我叫 你几岁了 回答 这回答 我多少多少岁了 你从哪里来 这两个意思是一样的 这时候你要回答 sono chinese 或 vengo dalla china 看老师怎么问 你叫怎么回答 di dove sei 你是哪里人 这个时候你可以回答说 sono chinese 如果老师问 da dove vieni 你从哪里来 你就按他的句式来回答 vengo dalla china da quanto tempo sei in Italia 你来意大利多久了 或 quando sei arrivata 或 quando sei arrivato 你什么时候到的 这个时候你就要回答 sono cua da 多少 mezi 或 sono cua da 多少 anni 就根据你自己的情况说 我已经来这儿 多少个月了 或 我已经来这儿 多少年了 另一种回答的句型 可以说 哪个年份来的 比如说 sono cua dal duemila diciotto 我二零一八年来的 像刚刚说的 如果老师是问说 quando sei arrivato 或 quando sei arrivata 就是你什么时候到的 这个时候你回答的句型 就是他怎么问你 你就怎么回答 sono arrivato 或 sono arrivata in Italia nel duemila diciotto 我二零一八年到的意大利 que lavoro fai quale tuo lavoro 你做什么工作的 你做什么工作的 这两个问法都是表示 你做什么工作的 那么回答 有三种形式回答 都是正确的 我们来看一下 lavoro come estetista 我是一名美容师 faccio l'hidraulico faccio l'operario faccio l'esthetista 我是一名水管工 我是一名工人 或 我是一名美容师 用这个 faccio 什么职业 这个句型可以看出 它前面是有贯词的 而刚刚 lavoro come estetista 是没有贯词的 但是最简单最简单的句型 就是以下这个句型了 就是说 sono un cuoco 我是一名厨师 sono una casalinga 我是一名家庭主妇 sono uno studente 我是一名学生 dove lavori? 你在哪里工作? 回答 lavoro in un ristorante cinese a Padova lavoro in un ristorante giapponese a Padova lavoro a Padova 我在Padova一家中餐馆工作 我在Padova一家日餐馆工作 或直接 我在Padova工作 dove habiti? 你住在哪儿? 回答 habito a kuale chitta? in via 我在哪个城市住? 接到名是 perché hai deciso di studiare l'italiano? 你为什么学i itali语呢? 回答 per trovare un lavoro altrimenti sto sempre dentro a quel ciclo di cinese 为了能找一份工作 否则 我就总是在中国人的圈子里 这个问题 最常见的答案 还有 perché io sono qua in Italia e allora devo parlare l'italiano per frequentare la gente 意思就是说 现在我在意大利了 如果我要跟人交往的话 我就必须要学会说意大利语 还可以这么回答 per il futuro visto che ho deciso di restare qui per me come hai imparato l'italiano? 你怎么学i itali语的? dova hai imparato l'italiano? 你在哪里学i itali语? 回答 ho imparato l'italiano a scuola in Cina per sei mesi ho ho frequentato un corso online 我在中国某个学校学的意大利语 学了六个月 ho 我在网上学了一个课程 que cosa ti piace dell'italia? el pequé? 你喜欢意大利什么? 为什么呢? 回答 natura e anche popolo come 我喜欢大自然 也喜欢这儿的人民 invece c'è qualcosa che non ti piace? 那你不喜欢意大利什么呢? le tasse la crisi la mancanza di lavoro però questa cosa è una cosa generale in tutti i paesi non è solo qui in Italia 这儿我给的是一个参考的答案 la mancanza di lavoro 失业率 高 però questa cosa è una cosa generale in tutti i paesi non è solo qui in Italia 但就是你还是要捧一捧意大利的 就是说这些东西呢 在所有的国家都是有共同的问题 就不只是在意大利出现 che cosa fai nel tempo libero? ni chiusi de shohuui zuo shemme ne? cosa fai nel week-end? ni choumo hui zuo shemme ne? che fai di solito nella vita? ni pingchang hui gammà? 回答 non faccio niente sto a casa a dormire 我什么都不做 我会在家睡大觉 vado a fare window shopping nel weekend 周末的时候我去逛街 但只是window shopping 就是只看不买 che cosa fai oggi? 你今天打算做什么? vado a parco 我去公园 其实今天是 hoji devo dar l'exame di orare 今天你不是在考试吗? 对吧 quale città si è stato in Italia? ni do cuo e da lì ne se chenzi? quale città ti piace di più e perché? ni最喜欢哪个城市? 为什么呢? 你可以回答说 Roma Venezia Milano Napoli e anche Firenze 那你最喜欢哪个城市呢? mi piace Roma è la capitale di questo paese cè la storia molto affascinante 你可以说说 比如说 有 Roma Venice Milan Napoli he 那你最喜欢哪个城市呢? mi piace Roma 我喜欢 Roma è la capitale di questo paese cè la storia molto affascinante 注意 这个国家的首都 首都要用 la capitale 这个capitale 还有另一个意思是资本 当做资本的解释的时候 它的贯词是阳性 il capitale 但当它作为一个首都的时候 就表示首都这个意思的时候 它的贯词是阴性的 la capitale 罗马 罗马这个城市 是这个国家的首都 它还有一段 非常的令人着迷的历史 历史非常悠久 comi ti muovi in città? 你在城市里 会用什么方式出行呢? 回答 di solito vado a piedi habito vicino dove lavoro quindi io non ho bisogno di prendere i mezzi 通常我会不行 因为我住的地方 离我工作的地方很近 所以呢 我是不需要乘坐交通工具的 这里你也可以说 prendo la metro 或 prendo l'autobus o guido la macchina 就是各种交通出行的方式 你都可以说 que lingua parli nella tua famiglia? 你在家说什么语言? 回答 nela mia famiglia parliamo solo cinese 在我家 我们只说中文 perché i mei genitori non parlano l'italiano? 我的父母 不说 i-ta-li-yu ma parlo con le mie sorelle l'italiano perché loro ferquentano scuola media 但我和我的 姐姐们 说一大利语言 因为他们上中学了 che cosa mangi di solito? ni平常都吃什么? che cosa hai mangiato a pranzo? ni今天中午吃了什么? ho mangiato un panino 我吃了一个假面包 a pranzo di solito mangio qualcosa veloce panini per esempio oppure una focaccia pui la sera quando torno a casa mangio il riso i mio piatto preferito è il riso saltato a cantonese ti piace la cucina italiana? ni喜欢 itali菜吗? ni可以这么回答 sì mi piace molto sì的 我非常喜欢 老师可能会继续问 quale è il tuo piatto preferito? 你最喜欢哪一道意大利菜呢? 你可以这么回答 mi piace tutto lasagne pizza gelato 我喜欢所有 千层面 pizza 冰淇淋 senti che ad un certo punto della tua vita dovrai cambiare città? ni打算在将来某个时刻 去别的城市定居吗? 你可以这么回答 sì molto probabilmente sì sì sì的 很有可能 e dove andresti? 你会去哪里呢? 或这样问 quale città che yeresti a vivere? 你会选择哪个城市定居呢? 然后你可以说你自己喜欢的城市 比如说 Milano Bologna Roma Torino Firenze dipende dove trovo un lavoro 看情况吧 我在哪能够找到一份工作 我就在哪定居 Ti trovi bene a vivere qui in Italia? 你觉得 在意大利生活适应吗? 你觉得在意大利生活适应吗? 是的 是的 我还挺适应的 我在这已经一年多了 我更喜欢生活在意大利 这人会少一些 这吃的也挺好的 而且我的家也在这 Ti piace la musica italiana? 你喜欢意大利音乐吗? Qué tipo di musica? 哪种音乐呢? Suoni qualche instrumento? 你会玩乐器吗? 你可以这么来回答 Mi piace la cantante Laura Pausini Pop music è la mia musica preferita Putroppo non suono nessun instrumento 我最喜欢 那个歌手 女歌手是Laura Pausini 流行音乐 Pop music è la mia musica preferita 是我最喜欢的音乐类型 Putroppo non suono nessun instrumento 很可惜我不会玩任何的一种乐器 Ti piace il film? 你喜欢电影吗? Qué film guardi? 你看什么电影呢? 你可以这么来回答 Si, mi piace il film 我喜欢电影 O guardato la vita bella 这个La vita bella 这个是一部电影的名字 叫做美丽人生 就是意大利一部非常经典 很出名的一部电影 所以如果你们不知道说什么电影的话 你可以就说这一部电影是 就比较有名气的 Quale tu obvi? 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呢? 当老师问这个问句的时候 有很多人不知道他在说这个Obi 是什么意思 其实这个Obi是一个外来词 它是英语里面的Hobby的意思 但是英语里的H是发音的多Hobby 但意大利语里面这个Aka是不发音的 所以老师会说Obi 那听到这个词的时候 你要知道他在问我说 我的兴趣爱好是什么 然后你就可以这么来回答 Mi piace lecheri fumetti 我喜欢看漫画 Pratici qualche sport? 你有玩运动吗? 或者老师会问 Quale sport ti piace呢? 你最喜欢哪些运动呢? 那么针对老师 他是用什么词来问的 你用什么词来回答就行了 比如说他说 Pratici qualche sport? 你有玩运动吗? 你可以说 Si, pratico in water 是的,我有游泳 然后他问 Quale sport ti piace呢? 你喜欢哪些运动呢? 你可以回答 Mi piace no i calcio in water Loshi 我喜欢足球 游泳 滑雪 关于运动 老师还可能会这么问 Quale sport ti piace seguire? 你最热衷的运动项目是什么呢? 你可以这么来回答 In water 游泳 Quale o cel qualche sport ti piace seguire? 意思就是说 不是你在玩 而是你喜欢看 或者你最喜欢 最感兴趣的 就是在电视上 或者是转播节目也好 或者是你在球场上 就是去看别人玩也好 你最热衷去追 像追星一样的 追随的这个项目是什么? 就是 一般人都会说是足球 就是看足球比赛 i calcio 但是有些人喜欢看那个 呃 像跳水 i tuffo Quale la tua squadra italiana de cuore? 你最喜欢哪支意大利球队? 你可以这么来回答 嗯 哪有哪些 哪有哪些 这个回答意思就是说 我没有一支特别喜欢的 我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球队 也很正常 因为我们中国人一般是不会 从小就被这种足球文化所感染 就不像像意大利人那么热衷于这种足球的运动 他可能喜欢一支球队是从他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喜欢了 所以并没有任何一支特别喜欢意大利球队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其实很正常 Noneo una Quale tuo colore preferito? 你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 你可以回答你各种喜欢的颜色 我们之前学过的颜色 比如说 Azzurro Rosso 天蓝色 红色 Nero 黑色 Jalo 黄色 就是之前学过的颜色你可以回答一下 Cuando fai la spesa? 你什么时候去购买食材呢? Fare la spesa 意思就是说买吃的东西 和Fare le spese 是有区别的 所以当老师说 Cuando fai la spesa 意思就是说平时你什么时候去超市购买 就是比如一周或一两天的吃饭的东西 就是菜啊肉啊那些东西 然后你可以说 他用什么句子来问的 他说Cuando 什么时候? Cuando fai la spesa? 你什么时候去买呢? 你什么时候去买呢? 你可以说Faccio la spesa il sabato 我一般周六去 Hay dei progetti pei futuro? 老师很喜欢问说你将来有什么打算 你对未来有什么计划吗? 然后或者他会问说Pei futuro próximo O que farai? Pei futuro próximo Futuro próximo 意思就是说最近的这个将来 就是最近这段时间 你打算做什么 然后你就可以这么来回答说 No so No no ancora pensato pei futuro 就很多人其实是 对将来是还没有想好的 就是说No no ancora pensato 我还没想呢 然后如果是最近一段时间的话 你就可以说Pei futuro próximo Force organizerò un viaggio con i mi amici per andare in montagna 可能我会和我的朋友们组织一次旅游 去近山玩 好,一问一答的部分我们已经讲完了 现在我们来看独白的部分 老师会给一个主题 然后由你自己根据这个主题来展开说几句 比如说自我介绍啊 描述一下你的房间 介绍一下你的家人 或你某个朋友 描述一下你最喜欢的某样东西 或你要如何度过周末等等 那么一个一个来看 先是自我介绍 自我介绍你可以说什么呢 就是说一下姓名 年龄哪里人 做什么工作 为什么要学意大利语 学好意大利语之后有什么打算 平时你又有什么兴趣爱好之类的 这些都能够说一下 老师给出的主题也可以说是让你描述一下自己的住家或房间或厨房或卫生间里面有什么东西 这个时候呢你要知道要怎么样展开来说 接下来每一个主题我都会准备了一个小小的范文 你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然后写一下你自己的情况 这样子的话就方便你在老师问到这些相关的主题的时候有东西可以说 所以我们准备这一个材料是非常重要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